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叫我Eda老师 Eda老师不仅仅是一个营养讲师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拥有20多年的资历的国家认证职业中药师 那说到资历啊 可就暴露了年龄了 年龄越大 离开学校越久 而且生活越稳定 越安逸 我发现很多的人身材都非常容易走样 像皮球一样 越吹越大 如果说啊 岁月是把杀猪刀 那我就要再补上一句 掏出脂肪身上妆 或许是因为幸福生活过得太多了 要发了 我们简称是发福了 发福不要紧啊 但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等这些慢性病 也看上这块腹地 不想走了耶 好 所以呢 这真的是一件让人挺痛苦的事情 可是呢 幸运的是 我的身体呢 体重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 不超过五斤的范围 上下浮动 当然呢 这得益于我对营养和中医的喜爱 我所学的这些知识 全部都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呢 我最近还发现一个体重控制的诀窍 有的这个诀窍呢 你想要胖起筋 那就胖起筋 你想要瘦下来 就有办法瘦回来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做好营养享受教练 不妨呢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吧 那说到体重控制跟压健康的关系呢 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压健康是什么 其实压健康就是介于健康跟疾病中间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啊 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 你找到医生 医生说 哎呀 没什么大问题啦 你回去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保持心情愉快就好了 可是呢 你总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身上总是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 还让自己觉得特别的困扰 比如说呢 哎呀 身体感觉到沉甸甸的那种感觉 脸上呢 经常泛油啊 那油光滑亮简直就是可以煎鸡蛋啦 而且呢 最关键的是 到处都想睡觉 很犯困 比如说开着会 开着开着 你就想睡觉 而且呢 看电视的时候 你也特别的想睡觉 哎呀 电视剧正在基地的时候 哎呀 你睡着了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 吃着吃着本来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你觉得好累啊 你也想趴下去就睡着了 哎呀 天哪 这是我吃的不够好吗 难道我吃的不够营养吗 为什么吃的这么多还这么累呢 那说到这一句话呀 我就想起我大学有一个班长 他可是一个帅小伙子 他是来自于新疆的一个小伙子 他长着一头乌黑 而且略带一点卷的 那小卷头特别的可爱 引人注目 而且呢 他虽然个子不太高 身材却非常的结实 关键是他的笑容啊 特别的阳光灿烂 他来自新疆 不是太能格善务 但是呢 他的舌头可是相当的厉害 讲话呀 真是一套一套的 我们如果用舌颤莲花来形容他呢 也不为过 所以呢 因为呢 他长得帅呢 又很会讲话 讲话很暖心 所以很多的小迷妹呢 就经常跟在他的身后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我去到广州 哎呀 真是让我大跌眼睛见到他的时候 简直就是一个中年油腻大师的形象啊 他那头发呀 也不乌黑啦 也不带着小卷啦 就直接油腻腻的粘在头皮上面了 而且呢 你看他 虽然穿着笔挺的西装 但是呢 中间那个大肚男完全的挡不住了 如果说还有一点点当年的感觉的话 他的讲话呢 真的还是又利索又暖心 其他的就完全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啊 关键的是他的事业呢 很有诚 他有自己的公司 而且呢 他有一辆非常高配的宝马轿轿 那他就开着宝马轿轿呢 带我去吃大餐 在吃大餐的时候呢 他就问我了 他说呢 诶 大呀 你又学中医又做营养 我可想问你一下 为什么我吃这么多还这么累 好 所以呢 看来呢 这是很多中年人的一个新生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吧 既然我跟我们的班长呢 都是学中医的 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肥胖的类型 那各位教练们 你们呢 如果遇到有人看着真的很需要减重 他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可不要一下子急着为他定减重的方案 你要来先看看他的肥胖的类型 那知道了类型以后呢 你才能心里有谱 才知道这个肥胖的类型好不好减 从哪里入手更加的简单方便 好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中医呢 把肥胖它就划分为食症和虚症两大类型 食症呢 第一种是暴饮暴食型 第二种呢 是压力型 而虚症呢 是水肿型 贫血型 还有呢 疲劳型 那我们看看各种类型的肥胖 它都有什么样的表现 第一种食症的 暴饮暴食型 那可不是讲了这类型的人呢 这类型的人呢 他的食欲太旺盛了 如果呢 你强制的让他结食啊 虽然暂时能够瘦下来 但是呢 一旦他没有压制住他的这个食欲啊 就会反弹回来 而且呢 还胖的比以前更加的厉害了 好 那所以呢 暴饮暴食的人呢 中医呢 就认为是因为他体内有胃火 方法要怎么办呢 消除他的胃火咯 这就可以抑制他为机能抗净的一种现象 就能改善他的代谢功能 把身体里面积累很久的 多余的能量 它就转化为体热 就可以排散出去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第二种类型呢 是压力型的肥胖 那可不就是压力太大了 引起来的肥胖吗 好 那这类人的表现 就是他的食欲啊 是相当的旺盛 好 他主要的这个症状就是 他心情一烦 一照 他就会食欲特别的好 猛吃东西啊 特别爱吃什么 甜食 因为甜的东西吃完以后 会让他心情格外的好 所以呢 他很爱吃甜食 因此也就特别容易发胖 还有呢 他会伴随着头痛 眼睛充血等等这样的症状 那就是两种食症 一种是暴饮暴食 一种就是压力型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虚症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表现 一种是水肿型 这样的人很明显在身体有特征的 他的臀部 他的大腿 腿都是浮肿的 就是我们说的下半身胖的那个类型 因为身体它的排水的功能呢 比较差 多余的水分呢 就会在身体里面 积极下来 成为肥胖 那主要的症状呢 他食欲呢 其实不太强 不太想吃东西的 很一般 但是还是很胖 关键呢 是胖的呀 那个手脚没有力气 他吃完饭以后呢 浑身就发软 躺下来就想睡觉 随时随地的犯困 而且他最普爱运动了 你叫这种人运动啊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啊 他的嘴巴呢 会经常有那种黏黏的那种感觉 容易拉肚子 而且呢 大便呢 很容易沾马桶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眼睛呢 那是抛抛的啊 有那种浮肿的那种感觉 那这种是水肿型的肥胖 还有呢 贫血型的肥胖 其实呢 就是营养缺乏型的肥胖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他体内维生素跟矿物质不足 导致的隐形的肥胖 所以呢 身体的整个机能是在下降的 代谢的功能呢 发生异常 最终呢 就会导致这种肥胖出现 那他的食欲呢 很正常 也不会多吃的 但只是他的小肚子啊 饱满突出 所以呢 就是描绘这样的人的长相呢 就是他的手脚特别的细 但是呢 身上特别的胖 也就是说 主型的肥胖 指的就是这种人了 那还有呢 疲劳型的肥胖 他主要的症状就真的好容易疲劳啊 一动呢 就碍出汗 而且呢 走一下楼梯啊 多走几步路啊 就气喘 非常怕冷 而且爱感冒 手脚一摸啊 哎呦 冰冰的 那眼泡呢 也特别容易走 那为什么身体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中医认为啊 肾呢 是身体的动力的根本 是先天之本 那这些人呢 就是因为他的肾功能 也就是中医里面说的 肾气不足 导致他的整个消化机能来下降 代谢异常 所以呢 他其实食欲是不好的 正常特别不想吃东西 但是很爱吃零食 你想一个人他的身体的需求 的能量是固定的呀 如果你正常不好吃 肯定零食就得多吃了 所以呢 他们也特别容易发胖 所以呢 我们看好 肥胖的人其实他有分各种各样的类型 比如说食症啊 他就暴饮暴食型 还有呢 压力型 那虚症呢 水重型 贫血型 还有疲劳型 那你说 那这么多类型的肥胖 哪一种比较好减呢 那如果呢 从好不好减的角度来看 食症的 暴饮暴食跟压力型的 因为他有火嘛 有火怎么办 水一盆水浇下去 火就灭了 其实相对来说是好减的 但是呢 虚弱型的 他不太好减 因为呢 他身体有缺损啊 你要慢慢慢慢一点把它浮起来 好 所以呢 不太好减 所以呢 我就问我的班长咯 你是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 他一想 我以前呢 因为要建自己的公司啊 压力特别大 应该呢 当时就开始发胖了 属于压力型的肥胖 那我现在呢 慢慢的 我压力没那么强了 但是呢 我还是挺肥胖的 而且呢 我身体特别容易疲劳 应该属于疲劳型的肥胖 那你说他的这个肥胖的类型 是好减啊 还是不好减 又好减 那又不好减 所以呢 总结一句 是不好减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呢 去分析一下他肥胖的类型 可能呢 你心里会比较有底啊 好 你也会知道呢 他身体的一个具体的状况 也可以知道从哪里 左手开始捡 会更好一些 那无论哪一种肥胖的类型 它其实都跟饮食是密切的相关 因为呢 身体饮食和生活习惯 都会来改变我们身体的状态 那现在的生活哪一些因素 会改变你的身体状况呢 第一点 我特别要提到的 就是现代人太爱吃冰凉的食物了 比如说 我跟朋友出去吃饭 那可乐 这个有时候呢 就大家很爱喝 因为喝起来蛮爽的 那我的朋友呢 他就会点冰可乐 而我就不太爱吃冰的东西 我就特别的不理解 为什么可乐一定要冰 越冰越好呢 好 我的朋友跟我讲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他说呢 这个可乐啊 如果不冰啊 那是没有灵魂的 我不太知道说可乐冰不冰 跟灵魂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理解他们讲的意思 就是呢 这个可乐一定要冰啊 喝起来才有那种特别舒爽的感觉 凉透心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哎呀 冰可乐 哎呀 要不要喝呢 好 那夏天快到了 天气得越来越热了 很多人呢 都更喜欢冰凉的食物 吃起来比较爽啊 如果男性朋友呢 他就比较爱喝冰的啤酒 而且一瓶冰皮 咕咕咕咕咕咕咚咕咚 就会把它一口气喝掉 还有呢 女性呢就特别喜欢 冰淇淋啊 冰沙啊 吃起来特别口感好 好 那吃了口感确实感觉到酥爽了 但是呢 你要想 这个食物呢 它温度太低了 差不多就在零度左右 所以它会结冰啊 那这种食物进到身体里面 身体的温度可是三十七四度啊 你要是把这些冰的食物吃进去了 它身体的温度要不要往下降呢 如果我们一直往下降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冬眠呢 但是呢 我们人呢 它是恒温的动物 不可能因为温度降低 我们身体的体温就跟着降低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身体就想方设法 把它加温升到三十七摄氏度的 一个体温的状态 那这个可是大大的耗损人体的氧气啊 那它就会降低内脏的功能 特别是脾胃的功能 胃肠的功能就受到了损伤 还有呢 如果你又不爱运动 久坐久卧的话 那你身体可不动啊 气血也是不动的 对吧 所以呢 身体的各个脏气各个地方 它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滋润滋养 所以呢 功能就越来越差 而且你想啊 不运动啊 身体里面的糖分啊 脂肪啊 你吃了那么多进去 它也没有地方派上用场啊 所以呢 它就积聚起来 成为脂肪啊 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可不就胖了吗 所以呢 中医会讲到 酒卧伤气 酒做伤肉啊 那第三种原因呢 是酗酒 酒慧 伤胃 你都是知道的 比如说 有些人白酒喝下去 哇 那个胃肠的那种灼烧感啊 胃黏膜很容易受伤 有时候难受的都想呕吐出来 所以如果你经常是这样的话 你的消化功能自然也就下降了 好 还有呢 多吃大鱼大肉 这是现在人的一种享受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呢 因为呀 我们小的时候吃不到呀 天天想 过年过节才能够吃到鱼和肉啊 甚至过年过节都得分着吃 对吧 你得不到东西 当你有的时候 你就特别想要多吃一点 你觉得那是一种幸福 但是呢 你多吃了以后 里面有很多的脂肪 对吧 它含量比较高 在身体里面没有及时的得到燃烧和利用 逐渐的就会积累 成为高质 那食物呢 如果你没有节制 常常呢 你就吃得特别的饱 人家形容就是浮墙进 浮墙吃出来啊 哎呦 太撑了 好 所以呢 时间一久啊 就特别容易伤脾胃 所以你看 这些习惯呢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而且呢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这些生活和饮食习惯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好 所以呢 如果呢 教练能够帮助那些 肥胖的人能够找到这些肥胖的原因 减重可能就有方向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说大鱼大肉进到身体里面了 以后我们其实呢 会发现 身体里面呢 有存在两种状态 一种呢 就是外来的食物呢 它会引起 我消化 消耗不掉 积累下来 成为脂肪 在身体里面流存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内脏 比如说你的脾胃功能 或者原先脾胃功能其实是很好的 吃什么都很香 但是经不起长期这样大量的食物啊 它的负担太重了 慢慢它就会变虚弱了 那也有可能你原先的脾胃功能 那就是已经是比较低下的 所以呢 它就带不动啊 带不动这些食物 那这样子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会转化成湿器 那中医说这种湿器呢 慢慢凝聚以后呢 凝结它会变成弹灼 是一种灼气啊 所以呢 中医以前呢 因为仪器不够先进 以前呢 也没有解剖穴和显微镜 所以呢 它们并没有认识到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只是认为是一种弹 弹灼 但现在呢 人就会知道了 它其实就是脂肪 就是脂肪 弹灼 弹灼和脂肪 应该说脂肪就是弹灼当中的一类 好 那中医以后呢 因为我们内脏功能下降了 再加上呢 生活特别的安逸 食物也非常的丰富 那就会加剧这种弹灼呢 在身体里面积累起来 导致肥胖的发生 班长呢 就听我这样子讲完以后呢 嗯 频频点头 他说呢 我真的很多条我都犯到了 好 那我说呢 那你的身体呢 发生过什么样的现象 好 这个我就能够判断出 你身体现在有什么感觉 你都不用说 让我来说给你听 好 比如说 你的身体呢 体型是偏胖的 我不用你说 我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好 但是呢 你其实是不太爱喝水的 好 你喝水喝下去呢 你并不觉得特别舒服 也不觉得口渴 好 那实际上就是你体内的弹湿太多了 而且呢 早晨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舌头呢 还会胖胖的 因为水湿太多了 把舌头呢 给胀起来 而且呢 边上还会出现 齿印 牙齿压在上面留下来的印记 好 那晚上的时候呢 你睡觉特别容易打呼噜吧 好 对 我的班长说 对啊 哎呀 我打呼噜声音太大了 我的太太呢都一直跟我提意见 好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还有呢 你可能起来以后 身体会感到胸闷而且气短 好 早上起来呢 都会觉得有一口痰在喉咙口 想要吐出来 好 白天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体内的痰湿太多了呀 好 那还有呢 你会因为身体胖了 人家叫做心宽体胖 好 其实呢 不是你不想跟人家计较 是因为呢 其实你身体的能量不足 好 你有点疲劳了 你懒得跟人家计较 对吧 好 还有皮肤呢 特别的油腻 我说 你看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以前是带着卷的 你看你现在还带卷嘛 好 所以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 特别常见的痰湿体质 好 就是因为现代的生活呀 你看整个饮食的习惯 生活的习惯 就特别容易导致这种痰湿的体质 而痰湿的体质呢 它的特点就是腐形的肥胖 好 那是不是所有体重超标的人呢 都需要减重呢 其实呢 古代啊 中医就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了 在中国很有名的古代医书 《黄帝内经》他就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呢 高仁重腐垂鱼 肉仁者 上下荣大 吃仁者 虽吃不能大者 好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形容三类的人嘛 好 第一类的就是高仁 就是呢 说这种人啊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的腹肌啊 特别的松弛 肚腩呢 就往下垂了 好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长着啤酒肚嘛 那其实呢 全身的肌肉也都是一种松弛的状态 好 如果胖得厉害了 你的脸蛋呢 还会嘟嘟地往下垂呢 好 所以呢 中医呢 就称那些松软的肥肉啊 叫做高 好 那第二种人呢 是肉仁 他的形象是体型很大 但是很壮实 上下呢 是很匀秤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肌肉男 还有第三种人呢 是脂人 虽然呢 脂肪多 但是呢 体型不是很大的 他的皮肤是很紧实 紧绷 有弹性的状态 那那总是又有肌肉 又有脂肪 而且都很坚实的这种人 那一个特别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唐朝的美女杨贵妃咯 你看 她长得胖嘟嘟的 对吧 今天来说 就是特别的有肉感 但是呢 她很会跳舞啊 她跳的舞特别的漂亮 那一定是平时非常多的时间 去做练习的呀 虽然她的胖 但是胖得非常美 好 所以我们说到这三种人 高人 肉人 脂人 真正要减重的 那是有松软肥肉的高人 你说对吗 但是呢 你说肉人和脂人 肉人和这个吃人 有没有需要减重呢 现在呢 可能她不需要 但是因为肉人呢 她消耗比较大 吃的也比较多 如果她的运动量不够的话 她的肌肉呢 就特别容易消退下去 如果她这时候还是吃的多的话 也特别容易长脂肪呀 我们就遇到好多的 以前她是做运动员的 运动特别的多 然后肌肉很结实的 那后来呢 这个出来了以后呢 就没有在太多的运动 就特别容易发胖 那吃人呢 因为她皮下的脂肪多 但只是她没有进入内脏啊 所以呢 她是吃的多 她也动的多 但一旦动的少 还是吃的多的话 她的脂肪呢 就会往内脏走 它也会影响内脏功能了 所以呢 营养学会的专家呢 就建议我们呢 要保持肆意的体重 那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身体呢 会保持在一种平衡稳定的状态 那其实是最好的 那班长说 那我知道了 我就是那种高人嘛 对吧 但是呢 那一定要减重吗 减重很麻烦啊 而且呢 我周围的人呢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哎呀 丑就丑一点吧 我就说 班长啊 你大概是忘了吧 高人身体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我们来看看 中医对肥胖和慢性病的一个观察 在《素问奇病论》 这本书里面这么说 他说呢 肥者令人内热 甘者令人充满 其气善逆 传为消渴 说的是什么呢 中医他认为 那些多吃油腻食物的人呢 他特别的容易导致脾胃的阳气啊 内郁 然后呢 会生热 那如果呢 过多的吃甜食 就可以使得我们的中气啊 它运行不太顺畅 导致足部的饭满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就容易损伤了脾胃 还有呢 脾胃呢 受伤以后呢 好 因为营养的这个物质吸收的不太好 其他的丈夫呢 也失去了这种营养的乳氧啊 他就会变成消渴病 那消渴病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今天的糖尿病 好 那所以中医发现呢 肥胖他是会得糖尿病的呀 好 所以呢 他观察的特别仔细 但基本上都是身体外在的一个表现 好 比如说内热呀 足满呀 好 但是呢 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好 其实以前呢 没有这个条件能够知道 那现代的医学呢 已经都揭示了身体的这种变化 好 所以我们从现代的医学的角度 来探索一下 那糖尿病呢 它自然是跟糖有关系了 好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那吃进去的糖 它去到了哪里 好 那我们日常的食物当中呢 含糖分高的 比如说米面类的食物 我们吃进去了 当然就到胃里面去了 好 那胃肠道要把它吸收 进到血液当中 就变成了血糖 对吧 那血糖的一直很高的话 那是相当有危险的 因为那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话 很有毒性 医生叫他糖毒性 很毒的 所以你看那些糖尿病的人 他在后期啊 糖尿病后期有很多的病发症 比如说他的手啊会麻木 对不对 他的感觉会失灵 他的血管会堵塞 他的眼睛会这个模糊 看东西模糊不清 甚至呢一旦发生炎症受伤以后呢 他很难好啊 比如说下肢 如果有炎症一旦发生的话 那可能需要截止 那不是就截下面 照高位截止的 因为他的血管跟神经都被太高的血糖呢 给腐蝕了 所以呢这时候呢 身体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糖分呢 从血管当中请出来 因为糖分对身体来说呢 是特别重要的 属于呢 VIP级别的贵宾 所以呢这时候呢 就要专人来专陪 那这时候身体就派出了什么呢 疑线 他就要派出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呢 就要来专门来请血液当作糖分 进到身体里的细胞当中 那他会带他们去到哪里呢 也就是说 胰岛素敏感的组织跟器官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要讲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肌肉了 骨骼肌 它是人体当中呢 最主要的摄取糖分的这种器官 所以当你肌肉特别少的时候呢 糖它就没有地方去了嘛 那第二个呢是肝脏 那当中呢有肝糖源 是吧 那就保证了当我们身体 没有吃到东西的时候 不至于因为体内的糖分 引起我们低血糖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会影响身体的一个状态 那第三个呢 如果骨骼肌太少了 肝脏也都装满了糖分以后呢 那这些糖没地方去 身体就会迅速把它转成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 所以呢今天的人肌肉太少了 对吧 肝脏的功能也下降了 所以呢脂肪就越来越多了 又越来越胖了 那当然呢 胰岛素呢 邀请糖分去到细胞当中呢 最正常的情况呢 是它带糖分到细胞的外面 那胰岛素呢就要跟细胞膜上面的一个受体来结合 受体一结合它认为说你这个是对的 然后呢 VIP通道就打开了 然后糖分就可以进到里面细胞里面去产生能量了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胰岛素呢 比喻成钥匙的话 那这个受体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比喻成一把锁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但是呢 有时候也有不太正常的情况 就是呢 胰岛素呢 它带着这个钥匙呢 带着糖就来到了细胞的外面了 它一把这个钥匙啊 放到锁里面 打开 打不开 哎呦 什么情况啊 这个为什么锁打不开呢 一看 哦 这个锁啊 生锈了 所以呢 生锈的锁呢 确实很难打开嘛 所以呢 胰岛素就不能把糖分带到 这个细胞当中了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称之为胰岛素抵抗 那胰岛素的抵抗呢 就相当于胰岛素 带着糖分在外面 把这个细胞的门呢 敲得光机光机光机的 这个震天动地的 但细胞呢 就是不开门 它在里面说 嗯 我没听到 我懒 我不给你开门 好 那所以呢 这就看到了胰岛素抵抗呢 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细胞当中得不到糖分 也就得不到能量了 而且呢 胰岛素不仅仅是可以降低血糖 它对三大营养物质都是有调节作用的 它还调节什么呢 调节脂肪 调节蛋白质 再加上糖分 三大产能物质 胰岛素都有调节的作用 那如果出现 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第一个表现 就特别容易感到饥饿 哎呀 食欲特别的旺盛 为什么呢 因为细胞得不到能量啊 就很想要吃 而且呢 它特别容易感到疲劳 所以呢 胰岛素的抵抗呢 造成糖类在身体里面转化和 利用率下降了嘛 导致细胞就没有足够的能量 那另外呢 在餐前 这种现象就更加的明显 如果没有能及时的去吃到饭呢 哎呀 它会感觉到心慌 手抖 然后呢 出现冒冷汗 而且呢 极度的饥饿的感觉 还有呢 胰岛素抵抗呢 会跟身体的整个代谢疾病密切相关 可以诱发多种疾病啊 比如说血脂异常啦 高血压啦 冠心病啊 等等 还有很多的癌症 也跟它密切的相关 好 那当然 跟基数分泌的 这个稳乱有关系 导致性基数相关的癌症 好 那这些是多种多样的 好 那对于儿童来说呢 也更增加了 增长发育的一个风险 好 那你就会问啊 那为什么这个锁就生锈了呢 好 那其实是有很多种原因的 但是呢 肥胖 好 当中引起来的 好 因为它只致过量的积 积聚下来 导致细胞的肥大 那这个肥大的这个过程呢 就会改变细胞里面的那个信号 那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以后呢 就会导致整个组织慢性炎症的发生 好 里面有炎症发生了 就生病了呗 好 所以呢 这个锁呢 它就生锈了 好 胰岛素就没有作用了 就胰岛素以抵抗了 好 那肥胖呢 特别是中心性的肥胖 是诱导慢性炎症啊 胰岛素抵抗 还有呢代谢综合症的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 好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胰岛素的抵抗呢 所以身体的能量是越来越少了 身体的脂肪呢 却越来越多了 好 那脂肪多了 它要去哪里了呢 就好像今天呢 哎呀 人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可不就移民吗 好 我们到其他地方去住啊 好 那脂肪呢 它会到哪里去住呢 好 第一个它想定居的地方是肝脏 好 所以呢我们看到 看到图片当中啊 你看到正常的肝脏呢 好 它在B超的状况之下 它里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油的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它也是比较柔软的 好 一个正常的大小 好 但是呢 如果是脂肪在里面居住了 变成脂肪肝呢 你就会看到啊 这当中有很多的油滴出现 好 哎呀 就是很多油进去了呀 脂肪肝了呀 好 那脂肪肝呢 如果它是长在鹅的身上 那就叫鹅肝 对吧 鹅肝呢 特别让人喜爱 因为它入口的时候 特别的润滑好吃 好 那可不就是那些鹅啊 被塞呀塞呀塞食物塞塞塞塞 填出来的 它就长成了脂肪肝嘛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鹅啊 通常体型特别的肥大 也特别的寿命不长吧 好 那可是呢 人啊 他想要活长久一点啊 好 脂肪肝呢 油这么多进去的以后 肝脏功能一定会下降的 好 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的话 好 它就会导致肝纤维化 甚至肝硬化 好 所以呢 脂肪肝呢 就是因为人体的脂肪呢 它是在肝脏里面合成的呀 好 是脂肪的一个代谢的重要器官 好 那脂肪呢 如果不能够很快的被运输出去的话 它就会囤积在肝脏当中 脂肪肝就很容易发生了 好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 脂肪肝当中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因为长期的摄入量呢 就超过身体的这种需要量 所以呢 肥胖的人呢 通常都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甚至呢 包括儿童 好 胖的越厉害啊 脂肪肝的程度就越严重 好 所以有报道就会 嗯 这个报道说B超呢 啊 去检测200名的体重超重的人 好 那这些人呢 BMI都超过24 好 当中的泛有脂肪肝的人 好 它高达41.5%啊 那如果去检测啊 非超重的人群 检测了574名 它们的脂肪肝 检出来的几率呢 是11.3 你想这个比例啊 那是差3到4倍啊 那当然另外有些报道呢 说如果是重度的 肥胖者 它检出的脂肪肝啊 肝炎啊 肝纤维化啊 肝硬化就更加的多 那如果伴随有糖耐量异常啊 就是胰岛素抵抗的这种情况啊 哎呀 脂肪肝就更加的严重了 而且它不单单是脂肪肝哦 它还会导致相伴随着胆结石 移性 急性的乙腺炎 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 好 那这是第一个 它脂肪太多了 它定居的 移民定居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肝脏 那它要到这个脂肪呢 它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 它一定呢 这个坐车要走高速公路嘛 对不对 那身体里面的高速公路就是血管 那脂肪呢 在血管里面呢 哎呀 就边走就边看 它说哇 这个血管这个地方啊 太美了 山清水秀啊 这个地方呢 太适合我居住了 我留下来可以不可以啊 好 所以呢 脂肪呢 一想 那我就在血管里面待下来吧 好 所以你就看 在图片当中 脂肪太高的人啊 他的这个整个血浆的那个状态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如果正常的人 你看他的血浆里面是有点轻轻的透亮透亮的感觉 好 但是呢 如果血值太高的人啊 你看他抽出来的那个血浆啊 那就是浑浊的呀 就跟豆浆一样的啊 脂肪成分太高了 所以呢 我们说他血质太高了 好 那血质太高了 他又再加上 整个肥胖导致的身体的炎症的发生 就会导致血质偏高 然后呢 动脉周样硬化 所以在图片当中 你就看到脂肪呆下来 你看 那可不是你看整个这个血管里面 脂肪厚厚的一层啊 血管呢都硬掉了 而且呢 他的这个整个空间呢 整个直径当中 一半都被占掉了 所以呢 他的整个通道就狭窄了 那我们中国呢 有24万人的一个数据呢 会总他分析出来 他说如果你的BMI带24的人血脂异常 那比BMI在24以下的人会高出2.5倍 如果是BMI大于28的人呢 血脂异常会比BMI24以下的高出三倍之多 所以你会看 体重真的是越大 血脂异常的几率越高 而且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血脂它往往不是孤菌奋战 它会引发身体一连串的反应 刚才我们就看到了 血脂它会引起动脉周样硬化 对不对 那动脉周样硬化问题可就大了 冠心病 心脚痛 然后呢 下肢的缺血 然后手指下肢发凉 中风 肾的衰竭啊等等 这一切的现象都会出现 当然了高血脂也会办法着 各种各样的疾病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 高尿酸血症等等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来发生 所以呢 血脂呢 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美国的一本特别专业的医学杂志 柳叶刀里面就这样子说 它说呢 肥胖者的死亡率啊 那是明显高于体重正常的人 BMI呢 它如果每增加五个点 总死亡率呢 就上升百分之三十啊 心血管的疾病呢 增加百分之四十啊 是非常高啊 它预期的平均寿命呢 至少缩短二十年 同时它会伴随着骨关节的损伤 癌症 老年痴呆 风险都会增加 而且呢 性功能 生殖功能都会下降 所以你看啊 它的生存的时间和生存的质量 都大大的下降了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各位教练们 你们会不会跟你们的朋友去讲清楚 肥胖它会引起身体的这些一连串的反应吗 其实你看 这一个一个的疾病啊 都是触目惊心的 哪一种疾病在身体里面呢 生根发芽 那可都是灾难啊 那你何不把它趁早 灭在萌芽状态呢 所以当我跟我的班长呢 讲完这个肥胖可能引起来 身体的危机的时候 哎呀 我的班长叹了一口气 唉 是该减重了 所以呢 确实大家都很能够认同 肥胖呢 它不仅仅是形体的不美 它其实是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 你看大脑 心脏 内脏 血管 还有我们的骨骼 它其实呢 都会因为肥胖 亮起红灯 所以呢 当我们的伙伴呢 能够意识到 身体有了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呢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我们可以评估一下 它一个肥胖的程度 那怎么样来肥胖呢 你可以让它重点关注一下身体的指标 比如说BMI值 体脂率 腰臀比 内脏脂肪的等级 等等 这一些 那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我们公司呢 现在有inbody的仪器 对吧 只要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测 所有这些数据呢 就可以呈现出来 非常的准确 而且清晰 那我当时呢 就现场就给我们的班长就算一下它的BMI值 那你看一算下一跳 它的BMI值是30 你觉得严重不严重啊 那28以上就是肥胖了 那它完全是肥胖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时候我心里暗暗倒吸一口冷气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经验当中 BMI值如果超过26 26 很多人去做一些体检的指标的检测的时候呢 很多的指标它都是上升的 所以在有减重需求的人 你看看如果它真的BMI值太高的话 你可以建议它去检测什么呢 检测血脂 血糖 血压 所以我就跟我的班长说 那你要赶快去查一下吧 对吧 那我们的班长呢 哎呀 这个真是个行动派 马上立刻 这个过了两天 他就检测了血肠规 那整个检测 包括其他的一个检测的报告一出来 一看 它的一个血脂啊 那是明显的升高啊 而且呢 血压呢 也在临界的高值 虽然还没有超过 但已经很危险了 而且呢 转氨酶呢 挺高的 轻度的脂肪肝 那这个呢 我要特别说一下 转氨酶 是肝脏的一种指标 它其实这种酶呢 它是在肝脏的细胞里面的 那为什么血液当中就会检测到转氨酶太高了呢 就是因为肝脏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破裂了 这时候转氨酶就会随着血液流到血管当中 才会被检测得到 所以呢 这其实说明 哎呀 你的肝脏是出问题的 那当然呢 他也检查了心脏 心功能没有什么异常 但只是他会经常觉得心悸啊 就是呢 这个不自觉的情况之下 他会觉得心突突突突的跳 那中医就称之为心悸 所以呢 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其实呢 就能够更明确的听到身体的声音 身体呢 其实是不舒服的 但只是呢 你没有意识到 那报告一检测完以后呢 身体的这个声音声 还有呼救声 就真正的能够传到耳朵当中了 所以呢 经常能够定期的检测一下 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那看到了检测报告呢 班长的疑问马上就产生了 他说呢 减重可以让这些指标回复正常吗 我立刻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因为呢 我们要减重的方式 第一个要确保是健康的 那另外我跟他说 你只要认真听话照着做 那就肯定能够有改变 我不保证你能够指标 完全恢复到正常情况下 但是一定一定会降 一定会降 我特别有把握 因为呢 我们中国的四大权威的指南呢 他都认为减重是治疗慢性病 非常重要的手段 好你看啊 我们这个中国成人的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高血压防治指南 脑血管疾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防治指南 其实都提到了这样子体重管理的重要性 比如说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他就这么说了 很明确的提了出来 他说控制体重 并且你要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情况 就是你BMI不要超过23.9 那就很有利于血脂的控制 那高血压的防治指南也说到了 如果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任何的时候 任何高血压的患者 包括呢 你这个高血压 它是正常值 但是已经到高线了 那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而且很明确的提出来了 身体的体重呢 下降10公斤 收缩压下降5到20毫米共处 你看数据都这么的清晰 那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指南 他也说到 无论男女啊 那个脑处中跟腹部的体脂 都有很显著的关系 所以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实验啊 在一项呢 25个实验的汇吹分析当中 就可以发现 总结出来 体重每下降5.1公斤啊 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 会降低4.4毫米共处和3.6毫米共处 你看有实验有数据 那二型糖尿病的指南 也已经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 可以延迟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我们中国大庆的专家 就去到那个地方 就对人群做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 他干预了整整6年的时间 发现干预以后 他可以使得以后的14年 二型糖尿病的累积发生的风险 下降43% 非常的有效 那芬兰 美国很多的国家都证实了 这样的有效性 听到这里啊 我们班长的是真是个行动派 他立刻就说了啊 你说吧 怎么减重 那当然我要告诉他一句 减重最经典的经句了 管住嘴 卖开腿 对吧 哎呀 管住嘴 好像还可以做到 卖开腿 有点困难 因为呢 我们的班长 他现在那时候的体重是200斤 所以呢 要让他卖开腿啊 说着容易 坐着难 他说我走啊 走路10分钟啊 以上我都坚持不下去 为什么呢 我关节隐隐地做痛啊 有没有那种不伤膝盖的运动呢 那可真是有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几种运动 他能够练到肌肉 但是不伤膝盖 第一种呢 就是怀蹦运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可是还挺有名的 他是通过下肢肌肉的收缩 带动整个怀关节的运动 他使得下肢的肌肉呢 起到像蹦一样的作用 那就可以使得下肌的血液啊 淋巴液啊 就能够循环起来 预防肌肉的萎缩跟 自己好 而且呢最好到最大的限度 好 然后保持5到10秒钟的时间 然后呢 在脚尖向下 绷直下压 好 到最大的程度 保持5到10秒钟 然后放松 好 好 就这样子 做 要做每次10分钟的时间 好 那接下来 你可以做 做踩关节的整个环转的运动 以踩关节为中心 然后呢脚趾做360度的环转 好 记得啊 尽量要使得这个动作幅度最大最大 做到极限 好 那每次10分钟的时间 好 那你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做到那种小腿的肌肉 那会发酸啊 那就会更有利于你的整个肌肉的保持跟增加 好 那这是小腿的肌肉 对吧 那再往上呢 就是腿上 腿上 它是一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说到这个股四头肌啊 它就是大腿前面 内侧外侧的肌肉 是人体的最大最有利的肌肉之一 那股四头肌的主要的作用呢 它能够使得人 他可以伸小腿 伸膝盖 伸收大腿 而且能让人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 比较稳固 那还可以维持细关节的一个稳定性 那防止细关节过度的这个蜕变呢 那所以呢 我们说股四头肌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 如果它出现病变了以后 你走路啊 都会很困难 尤其呢你在爬楼梯的时候更加的困难 甚至呢就无法行走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股四头的肌肉呢 练强壮了 怎么样来练呢 第一个呢 你依然可以坐着 然后呢直抬你的腿 直抬你的腿 那伸直了 把腿伸直了 抬起来 腿跟椅子之间的夹角 在40到30到40度 你看这个是平面 可以抬起来30到40度左右 然后呢你要保持5到10秒钟的时间 放下来 2到3秒以后再抬起来 就这样反复 每组至少做30下 那每天呢就做3到4组 那如果说怎么样做叫做有效呢 那还是呢你局部的肌肉要感觉到疲劳啊 有酸痛感才好 那如果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比较强了 你可以呢做靠墙进蹲的动作 你把上伸正直了 然后抬头挺胸 保持身体的直立 两脚分开 跟自己的肩膀呢一样宽 那脚尖一定要正向前 你背靠着墙壁就站好了 慢慢的往下蹲 一直到大腿和小腿的夹角90度为止 那当然呢如果你感觉到这样子太痛了 那不一定要到90度 那找到一个刚好不疼的角度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样做以后呢 肌肉的力量加强了 症状也就减轻了 那练到什么样叫做有效果呢 好你看你站这个蹲在那个地方 你一会儿啊坚持啊 你就会觉得你的肌肉啊在冲雪 有灼热感就是很酸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会哎呀累的呀 那个腿啊发抖啊抖 好然后坚持不住了 你就站起来了 好那你要到这种会发抖的这种情况呢 那就叫做有效了 那如果你还可以 这个力量更加强了以后 你可以不靠的墙进蹲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扎马步 对吧 好那就可以练到 好你这个大腿后面的肌肉 还有啊整个腰臀的肌肉 都可以锻炼到了 好所以呢下次的整个肌肉的力量 跟稳定性就大大增强了 好那再继续往上 好那就到了腹肌跟背肌 好你可以做什么呢 最熟悉的就是仰卧起坐 好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做过 但是你说哎呦我现在肚子这么大 好那个没有力气 太累了 那你怎么办呢 可以呢像图片那样子 好人躺下来 然后呢把整个大腿举起来 腿整个举起来 然后呢踩 啊踩像踩自行车一样 叫做空中自行车 好可以也可以练到你腹部的肌肉 那背部的肌肉呢 你可以像图片那样子 好这个躺在啊这个腹卧在平面上面 然后呢啊肚子着地 然后两边起来好 这时候像个燕子吧 好所以叫做双飞燕 好双飞燕的好一个运动 好可以练到背部的一个肌肉 好那当然的再往上来就是一些上肢的好肌肉了 好比如说你可以啊 居雅铃对不对 好当然的也可以做一些拉伸的一些运动 好也是非常的好的 好那你说呢那这些都是练肌肉啊 那我可不可以有氧运动呢 好我走不了路我跑不了步 那怎么办呢 哎我就给你建议了 好因为你体重太重了对不对 你就把自己的体重 撑起来架在啊东西上面嘛 架在什么上面呢 比如说你可以骑自行车对吧 你的体重不就在自行车的上面吗 对吧那膝盖的负担 就笑了好那就踩自己车 就可以做游氧运动 当然呢还有一种呢 你可以游泳啊对不对 借着水的浮力把你的体重 浮在水面上好然后呢 你可以四肢就可以运动起来了 好所以呢这些运动啊 哎班长想一想 嗯那我是可以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说哎其实你还忘了呢 好中医学院呢 其实教我们有更好的功法 好可以来锻炼我们身体 好哎叫做健身器功 比如说八段颈五情细六字绝一金金 对吧好那当中呢 数八段颈动作最好看好 那古代人呢就把这套动作呢 比喻为颈啊好就是颈段啊 颈段是不是很柔和很优美很舒展啊 好他就说这套功法呀 动作特别的优美好而且舒展好 所以呢就叫颈那因为这个功法有八段啊 所以呢就称之为八段颈好 所以呢这段这个健身器功呢非常好 他不是普通的只是运动我们的肌肉啊 调节啊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 他呢要通过调身调膝还有调心的手段 好所以你在练这个八段颈这套功法的时候 你要深道心道而且你的气息要特别的伸长 好他的效果才会好 那这样子呢他就可以疏通了你的肌肉啊 可以调节脏腹的机能 好所以你看哈第一个他可以调节心肺功能 好还可以呢改善胃肠道的功能 可以活血理气通畅你的血脉 好让你的脑袋呢非常的清醒啊明目 好眼睛特别啊看得清清清 所以你看哈你打一遍下来哇你就觉得全身 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 当然还可以强肾健腰还可以减轻你的烦恼 好让你觉得心情很愉悦好 所以你看哈这段啊这个健身气功呢 他可以呢啊这个让你提升免疫 烟换衰老而且最关键的是 对慢性病有很好的预防还有调理的作用 好而且啊最方便的是他不需要气泻好 适合男女老幼都可以 他可以使瘦的人呢练着练着 变强壮了胖的人呢练着练着哎就这个减肥了 哈所以呢啊应该说各种运动都有各自的好处哈 你可以哎这个多变化的来选择哈 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合力的运动 他有减轻体重的效果 那更有预防和调节慢性病的作用哈 所以呢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其实都有很多很好的信息哈 比如说单次的运动可以降低血糖哈就一次就可以了哈 而且能预防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 那可不是对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吗对吧 哈那运动呢他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有助于呢缓解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哈 而且呢有助于调节情绪呀哈运动完以后你特别的舒服嘛 对不对好那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愉悦哈 郁闷的心情哈这个也可以去运动一下就哇就觉得释放自己了哈 好所以呢呃这个运动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哈 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应该先去咨询医生 好要医生确认你合适参加运动了好那你再来选取啊 啊这个不同的运动来进行哈 所以呢啊呃底下的环节呢如果哈有慢性病的人想要运动的话 各位教练们你一定要提醒他注意这些事项哈 第一点就是必须要遵守因人而异 循序渐进和全面性的一个原则哈 主要的运动的模式呢最好是大肌肉参与的这种有氧运动是比较好的哈 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自己三种感觉哈 就自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哈 第一个呢要略微的感觉到喘但是又不至于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要喘太厉害哈 第二个呢稍微的出点汗哈 但是呢不至于大汗淋漓哈 啊你要稍微感觉到全身非常的舒展好舒服 但是呢你不觉得肢体呢非常的疲劳好 所以呢这三点全凭自己感觉对吧好 好那第二点呢哈在运动过程当中呢 特别要避免爆发性的力量性的练习 还有呢不要摒弃那憋着一口气好 有时候呢就有危险好那第三种呢运动强度呢 一定是从小逐渐增大好不要一上来就哇大运动量好那 这是来防止发生运动损伤的 那最后一点呢运动的时候呢随身要携带一些简单的急救物质 因为是慢性病的患者吧比如说慢性病的患者他随身要携带一些硝酸甘油啊 哮喘的患者啊啊携带一些哮喘的喷雾气啊 糖尿病的患者呢为了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啊身上要带一些容易生血糖的一些食物啊 比如说饼干啊糖果啊这一类的东西好那如果呢你真的发现身体有不太舒服的现象 那就要停止运动好及时的就医好好那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不同的问题好 慢性病他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好的是很提倡的 但是呢有些注意事项呢要一定也要注意到好 因为这样子可以避免很多的危险的发生好那当然特别强调一点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高血压的话你就不能够特别紧张和用力不能憋气对吧好那还有呢不能够弯腰低头好 比如说你的头的位置不要低过心脏的这个水平好以免这种头部会抽血好发生意外好 当然冠心病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好那如果是哮喘的有呼吸疾病的这些病人啊好你的运动就不能太激烈 喘得太厉害有时候容易堵塞好那骨质疏松的呃这个人他可能就不能那种爆发性的运动好那高血糖的这个这个人好他可能呢好就一定要保持一个自己的体力啊能够应付好就千万不要时间太长了好好所以呢应该说 各种的问题啊大家都要有所讲究对吧好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运动以后呢如果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舒畅啊情绪很愉悦啊然后呢轻度有一点点轻度的疲劳但是呢你的食欲啊你的睡眠啊都还挺好的血压很正常好那这时候呢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好了好好所以呢这就我们讲到了 卖开腿对吧没问题了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管住嘴好那管住嘴可不是不吃或者少吃啊而是要合理而且聪明的吃好所以呢健康的减重方法呢它应该是会吃才能够轻松的减吧好好那我们之前的课程呢已经跟大家分析的特别的清楚了好我们的这种啊这个体重控制的一些营养的方案 都已经给到各位了好就好像我们图所标示的这样子好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发现它是一个亚健康的人群好也就是说比如说它的体检指标好已经有一点异常了而且呢有下面这些现象出现的话那你可得多留一点心啦它可能不是单纯性的肥胖好比如说好比如说好有些人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明明吃的不多呀 可是还是长胖呀我喝水都胖呀对不对好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呢他说虽然我不饿但是我太想吃东西了我老想吃东西好那第三种呢好我减重啊我已经很认真了很努力了我已经照着做了可是呢我的体质啊还是减不下去啊哎第四种呢就是哎呀我中间的那个大肚腩太大了好我已经减重了 可是怎么他都甩不掉也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减重者的烦恼好所以呢如果他们有这种表现的话呢你真的要多留点心他可能不是那种单纯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他胖的不那么简单好那因此呢我们可能就要建议有额外的一些方案定制好比如说减重预防慢性病我们就建议好有这三个步骤好第一个呢就是 逆转移岛素的抵抗第二个呢就清除和燃烧体内的脂肪第三步呢是保护和修复骨关节的损伤好我们首先来第一个看第一步就是逆转移岛素的抵抗好我们回顾刚才所讲的知识好肥胖他是因为脂肪太多了对吧他引起体内的炎症了好那这时候呢细胞就对 比胰岛素他不敏感了好也就是说好这个细胞逆法了抵抗了对吧胰岛素抵抗好那要有什么方法可以逆转呢以前的科学家就发现了减脂啊减重还要减脂啊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呢科学家最近发现了更好的方法他们从调节肠道的菌群入手因为呢科学家发现了他们找到肠道当中的这些非常可爱的 这个微生物呢易生菌它居然可以让人变成那种易兽的体质这不是你做梦都想要的吗而且呢他们找到最厉害的冠军的易兽菌特别特别厉害最厉害那种我们称之为冠军易兽菌就是乳霜旗杆菌CECT8145它是有名字的有菌族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冠军易兽菌它是相当厉害的 也就是在我们的先宁的易生菌当中就足足有100亿的这种冠军易兽菌 好那科学家呢就去做实验行不行我们实验做来看看 好那西班牙的科学家呢就选取了儿童来做实验39名儿童当中的有19名是有肥胖基因就是它有易胖体质的不是易兽哦它是易胖 生不出来就很容易把胖的好那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在10.4岁好那他们就要探讨一下这冠军易兽菌呢对这些肥胖基因的儿童那有没有作用好那这些寿司的人群呢他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实验每个阶段的是12周的实验第一个阶段12周是对照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洗脱阶段第三个是实验阶段 对照阶段呢他们只吃安慰剂就是虽然有在吃但是它是无效的治剂好那第二周呢洗脱妻子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他就为了避免之前的这个影响 那他就什么都不吃什么都吃不吃来洗脱影响 那第三个阶段呢是实验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他们真正实验组就每天要服用100亿的冠军易兽菌 那在对照的阶段呢做下来以后呢检测他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现呢经过12周的时间他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16.7% 那在每天服用冠军易兽菌的这个实验阶段呢他们的胰岛素抵抗的指数就是胰岛素的敏感性上升了24.2% 所以你看冠军瘦子菌还真的有作用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这意味着糖类糖类在身体里面它的转化利用率它就升高了嘛细胞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能量 也就是说你不会感觉到那么的疲劳而且呢你容易饥饿食欲特别旺盛的这些现象呢也能够得到缓解了 你餐前低血糖心慌手抖然后呢出冷汗的那种感觉非常饿的那种感觉也能够得到缓解 关键是降低了高血糖高血脂冠心病等等包括癌症这些疾病的风险 所以对于那些亚健康的状态的人群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当然科学家做了儿童的试验也做了成人的试验 那他们选取了135名有腹部肥胖的成年人 就是肚然很大的腹部肥胖的成年人 通常这样的人会伴随着胰岛素抵抗 特别容易发生慢性病 那就给他们在他们身上做实验 实验组呢就每天让他们吃100亿的冠军异兽菌 那对照组呢就只是安慰剂 那这12周的时间经过12周的时间很严格的实验条件下 那虽然在要减他们身体的脂肪啊 但是实验的过程呢他们这次的条件是不改变受试者的一个饮食和一个运动量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让他们少吃也不需要他们多动 而结果非常让人满意啊不用这个冠军异兽菌的这个实验组啊 它的BMI减少了0.35 腰围呢真的细了哦减少了1.75厘米 而内脏的脂肪减少了7.01平方厘米 那我们知道内脏脂肪我们in body是可以测得出来的对吧 正常的范围是1到9 那每一个等级呢相当于10平方厘米的内脏脂肪 也就是说通过12周的时间 只是补充我们先营益生菌当中这个冠军异兽菌100亿的话 就可以来改变他们这个内脏脂肪将近一个等级 那你说这是一个多好的消息啊 我们要注意这样的条件就是它不改变饮食和运动量的情况之下 那可不就是实现的躺瘦嘛对吧 而且呢还是减了比较难减的内脏脂肪 那如果在这个减脂的方案当中再加上健康合理的饮食 还有呢适量的运动那效果那可不是一定会更好吗 所以呢通过这个实验我们会发现 我们是有方法让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也可以让进入身体的糖分也能得到控制的话 那可不是更好吗 好所以糖类呢如果呢要让人体来吸收转化成血糖 那可是都要变成小分子的葡萄糖才可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不变成小分子葡萄糖吗 我们的产品无糖液就可以达到 当中呢腰痘精华和大痘精华可以完美的做到这一遍 好比如说我们的腰痘精华这个成分 它可以减少淀粉这种糖类的吸收 大豆精华可以减少这个麦芽糖 这种蔗糖双糖的这种吸收 所以呢我们看好我们吃进来的这些东西 也是淀粉啊蔗糖啊麦芽糖 这些东西呢进到身体里面 它在肠道里面要被分解嘛 好才能够被吸收 但是腰痘精华就把这个 淀粉这个分解的这个过程给它阻挡住了 好所以我们说它是挡糖因子一 好那在这这糖啊麦芽糖要分解 双糖要分解成葡萄糖单糖的时候 大豆精华上去就可以把它挡住了 不让它们分解 所以叫做大糖因子二 好那淀粉也不分解了 蔗糖麦芽糖也不分解了 也就意味着身体里面可以吸收的葡萄糖就少了嘛 好所以呢这时候血糖就趋于平稳 也就会减少肥胖的发生 那最关键的是其他的代谢的疾病的发生率也减少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无糖因糖的一个实验的效果 好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图片 左边的这个图片 他做的实验是针对于健康人的一个实验 那健康人呢 他让他吃这种高碳水化物的食物 像白面包这种东西 好那吃完以后 那个实验组呢就多让他吃 我们的腰豆精华 好750毫克的腰豆精华 安慰剂组呢就没有吃 好那开始吃完以后呢就测汤的血糖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图表当中 横坐标呢 它实际上是餐后开始的时间 好到餐后两个小时 重坐标呢是血糖的一个变化的数字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成色的曲线呢那是没有吃这个我们有效成分的这个对照组 好但是绿色的这个曲线呢它是实验组是有吃啊我们750毫克腰豆精华的那它呈现出不同的一个走向啊啊啊你看啊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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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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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合物的吸收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让人惊喜的数字 这说明说如果有高血糖的人 来吃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 它可以起到非常好的 平稳参候血糖的作用 那么右边这个实验呢 它做的实际上是针对于 已经有参候高血糖 这种隐患的这一类人 选取他们来做实验 同样给他们吃 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然后呢实验组就有补充 大豆精华300毫克 但是呢对照组就没有补 那这时候你看到 它的曲线也完全的不一样 实验组呢 这个绿色的这条曲线 它上升到了9.9的时候呢 就开始下降了 但是没有补充的对照组呢 它的血糖值一直上升上升 高达11.6 血糖值11.6 所以呢你看 能到11.6 已经突破11了 对不对 说明呢它是有非常高的 一个高血糖的风险了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了 大豆精华 它可以很好地阻断 参糖的分解 那就可以使得 参后血糖呢 不管是健康人 或者是亚健康的人群 它都可以趋向一个 比较平稳的状态 所以呢如果那些 参后有高血糖困扰的 那些人群呢 这个产品对它来说 真是一个福音了 好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了 这个右边的这个整个 整个两个实验呢 都能够让我们看到 非常好的一个档糖的效果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 科学家的实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要逆转胰岛素的 一个抵抗的 它不是一件 特别难的事情 对吗 好我们用上 鲜银的益生菌 就可以实现 提升胰岛素敏感度 还要减少 内脏脂肪的效果 那我们用上 无糖液呢 就可以让糖 不能轻易地 进入血液当中 无法无天地 来伤害我们 好但是呢 要解决根本的问题 就是要把体内的脂肪 这个到处游荡 还随处定基下来 甚至是到处 捣乱了这个身体的垃圾 要把它清理干净 那怎么来清理呢 其实呢就非常简单 可以用上各种的工具 比如说 你家的厨房 又脏又乱又油腻 那可怎么办呢 其实一点都难不倒 那些能干的清洁工 对吗 它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比如说油污的清洁剂 就可以上 对吧 抹布刷子 拖把 各种工具 各种洗 很快呢 就可以把厨房洗得干干净净的 那个壁厨还特别的正亮 那如果你的身体又脏又乱 又油腻的话 那怎么办呢 它要交给各位能干的教练们 各位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你们说我有的 因为我有扭催来各种黑科技的产品 我把它组合起来 它一定是能够解决的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产品 好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 因为之前我们的方案已经有讲过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组合 它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我们特别了解的 我们身体里面的油脂它卡在血管上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软磷子起到一个乳化的作用 对吧 把它溶解了 然后呢在血液当中能够运送出去 对不对 而且呢它可以减少肝油膳脂的合成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里面的层级 好那如果呢你的肝油膳脂 在血液当中检测已经是比较高了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上鱼油 好如果你的胆固醇比较高了 你可以用上茶足 对吧 好那如果呢你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当中呢 好脂肪的成分太多了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上我们的优质的蛋白 大多分离蛋白啊 好就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 好那如果你的心脏功能不是太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用上辅酶Q10 好强壮你的新功能 还可以减少整个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好如果你的肠道当中你吃的太多油腻的东西 就可以用益生菌 可以用膳食纤维来把这个脂肪啊 好让它不要吸收太多 好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产品 对于这个脂肪啊都有很好的清除的一个作用 好那关键就是你要看它怎么用 好它是怎么样子去啊补充怎么样来搭配 你不可能给它所有的东西都你都吃上吧 对不对好你要看它那个状态 好比如说好比如说你的胆固醇啊 胆固醇太高了好那这时候你用上什么呢 茶足对吧好我们中国人比较常见的呢是干油膳食太高了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用上什么用上鱼油就有针对性 对不对好那当然最好还要加上一个软鳞汁嘛 好软鳞汁好那这就可以了 可是呢如果你发现说这还不够 它的严重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是比较严重的那你可能这几个产品就不够了 那你这时候你可能要再加上蛋白脂粉啊 对不对好益生菌啊 那个我们的果酥啊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他心脏已经出现哎呀心跳没有力气啊 我们刚才讲的心剂的那种现象的话 可能你就还要再加上腐霉丘食对吧好 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营养方案当中呢 你要看这个人生的表现我们来做不同的推荐 设计不同的方案那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好在这个产品所有这些产品当中哈我们有一款辅煤Q10 对吧好以前我们是国外版的好那我们国内版的辅煤Q10 其实是已经上市了对不对不知道各位教练有没有 已经拿到手自己先来试用一下呢好那我们这次国内版的 这个产品呢就特别的好好除了辅煤Q10 还有一个这个升级以外哈它的功能会更加的强大以外 它还加上提升了哈提升了它的抗氧化作用哈 所以呢就最怕脂肪变坏被氧化嘛变坏掉哈 所以呢它在产品当中增加了除了辅煤Q10以外 还有维生素E还有迷迭香哈 好维生素E我们知道呢它抗氧化能力是特别的强 对不对抗氧化三件课当中的一元大象哈 好那还有一个迷迭香哈 好哎大家以前比较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啊 这个这个成分哈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个纯天然的抗氧化剂 它的抗氧化作用特别好所以呢它可以使得心肌细胞的整个能量代谢啊 啊它可以很顺畅然后呢可以减少一个啊细胞的凋亡啊 让细胞更有啊活力啊不会啊就很快的死去啊好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新的国内版的这个辅煤Q10了 它三大成分啊同心协力的来增强心动力 那你的身体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年轻有活力了不是吗 好所以呢我们说每一款产品啊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好一个产品它可以使得我们身体得到各方面的好处 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好比如说深海鲑鱼油 好当中我们知道是Omega 3的一个脂肪酸对吧好 好那我们刚才知道这个可以使得我们身体里面过高的干油膻子得到很好的缓解 好降下来好但因为好这个Omega 3的脂肪酸它其实也是细胞膜当中的一个成分好 好如果你有及时的每天的补充的话它就可以使得啊你的这个细胞膜啊 当中不饱和的脂肪酸的整个成分更高好它的活动性就更强 也就是说它的细胞膜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会增强好 好所以这是不就是我们协同刚才我们说的先营益生菌来提升整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了吗 好那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心脏的健康好 好帮助抗癌抑癌糖尿病提升免疫力好包括智力啊精神的情绪啊好都可以得到改善好 所以呢一个产品它其实是有多方面的作用好大家都可以来衡量一下好这些人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改变好那我们这样来搭产品好 所以呢减重预防糖慢性病呢它其实是有三个步骤的我们讲了两个步骤对吧逆转异道素的抵抗清除以及燃烧体内的脂肪好 好保护和修复整个关节的损伤那是第三步好我们现在来讲讲这第三步好那临床上面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好操纵和肥胖的人群当中呢细关节疼痛和负重的关节的那种骨关节病啊那是特别的多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重嘛所以它的细关节啊它负重特别厉害好负荷太大了所以它磨损了就会加重好所以呢里面的这个结构呢就会发生好 那同时呢因为肥胖它会引起代谢的紊乱啊比如说糖代谢啊吃代谢啊飘零代谢的紊乱就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啊这个骨骨质疏松然后呢骨的营养障碍而且骨关节损伤啊虽然我们看着这次操纵和肥胖的人 它的年龄不是太大但是呢关节不堪重负啊体重超重啊我们说它是关节不能承受之重 所以呢保护骨关节它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了对于肥胖的人群来说那它是需要一个方案的 那当然在方案当中我们就要来看我怎么样让它能够保护和修复它的关节的损伤 第一个当然就减少关节的负重啊减少磨损啊对于肥胖的人群来说首要的就是减重啊 还有呢就是合适的运动啊不要太伤膝盖了适量的运动还有要保护骨关节啊那第二个呢就要加强骨关节的营养来延缓它软骨的退化 还有让它能够再生软骨再生啊那当然呢我们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的话葡萄糖胺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它康复关节有三个具体的步骤 阻断修复和骨保护健康 第一个呢阻断炎症的发展减少关节的炎症 第二个呢修复受损的滑膜跟软骨催生整个关节的滑液 第三个呢可以完成骨保护的一个整个康复的过程 所以呢针对骨关节的病变软骨跟滑膜的这个部位呢 它就可以改善整个关节功能 所以对于你看软骨受损啊滑膜分泌功能减退啊 骨关节腔当中的炎症因子倾润造成啊 关节僵硬疼痛肿大 那走路也受限啊 那这样子用上我们的葡萄糖胺就可以很好的环境 所以呢葡萄糖胺它被称之为关节腔里面的清道夫啊 所以葡萄糖胺呢 它也是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很多国家 他们都公认骨关节是具有积极保护作用的一个营养品 那我们公司的这个葡萄糖胺的产品呢 就是我们的健落精华 对吧除了葡萄糖胺这么好的东西 还有乳香的提取物 菠萝酵素 蒸叶樱桃跟柑橘类的黄桶 从多个方面共同来起到消炎然后抗氧化的作用 那当然呢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还有一种是植物双钛的蛋白粉 我们也即将上市了 那在这个产品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透明脂酸钠 它可以呢补充生肌体和肌肤的水分 可以润滑关节修复受损的骨关节 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双钛的蛋白粉当中大豆钛 然后豌豆钛可以精准的来促进流失肌肉的修复 这些都是很好的对于整个骨关节的修复 所以这个产品值得大家关注 那一般的骨关节炎呢 如果是补充健若精华呢就可以解决 但是亚健康状态的操纵和肥胖的人群 因为它身体的代谢是紊乱的这个原因呢 它就需要关节骨头还有韧带全方位的来保护 所以我们提出要科学三步全力以护 第一步呢就要让它有一个健康的软骨来缓冲来减症 增强韧带的一个功能 才能够保持关节的稳固 还有强壮的骨骼建造起来 才能够帮助它支撑重量 所以对于产品呢 我们产品的一个阻隔 比如说我们对于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方块 我们就可以用健若精华来给它一个很好的保护 那第二个我们针对于它的韧带 因为当中很多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多种植物蛋白粉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C 在体内可以很好的生成胶原蛋白 当然对于我们关节里面的软骨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 那如果对于骨头这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贝利剑 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钙铭片 钙铭片钙铭筋铛维生素D片 这个来很好的帮助我们骨头让它坚实起来 所以我们看来产品非常多也非常好 在减重预防慢性病当中呢 其实它都可以很好的起到各方面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减重预防慢性病呢 它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可以逆转胰岛素的抵抗 比如说我们的鲜铭益生菌 还有我们的无糖液 那清除和燃烧体内的脂肪 保护修复我们的这个关节 比如说我们清除燃烧体内的脂肪 我们就有可以用到很多的产品的一个组合 对吧 鱼油、茶足、软铃滋、散食纤维、益生菌 辅酶Q10 包括优质的蛋白质 对吧 那第三步呢 保护关节方面 损伤方面呢 我们就有健若精华 贝利剑 钙面片 蛋白粉 维生素系 对吧 看来我们非常好的产品 有各种各方便的作用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减重需求的亚健康的人群呢 你就要有特别的一些方案来支持它 来更好地达到一个健康的状况 比如说要增加一个血脂的调节 保护心脏的部分 保护骨关节的部分 好 那所以呢 看来呢 亚健康的人群体重控制方案 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哦 各位 您都学会了吗 好 那我按照班长的身体的情况呢 就给他搭配了体重控制的方案 他也特别认认真的呢 就管住嘴 卖开腿了 那我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认真的执行呢 他就回答我一句话 他说呀 家里的孩子有两个呀 非常可爱的娃啊 他们还小呢 老婆呢 虽然在家不需要工作 可是长得还挺漂亮的 好 他们都还很需要我呀 我要健康呀 我不能有事啊 好 所以呢 看来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但身体一旦出现了危机 被他意识到的话 他还是会非常认真的 那上天呢 是非常眷顾 努力付出的人的 班长呢 这两个月以后呢 再次去做体检的话 他的身体各样异常的指标呢 就已经明显的就降下来了 虽然还没有回到正常的状况 但是呢 他其实已经很满意了 好 那他还有两个特别好的发现 好 第一个呢 在刚开始剪的时候 他说 我的肚子这么大 对吧 肚皮也被撑得特别的松弛 那我剪完了以后 这个肚皮会不会搭了下来呢 他说呢 就好像人家生孩子嘛 还是这个肚子 妈妈肚子那么大 生完孩子 那肚皮搭了下来 好难看啊 他说我会不会呢 那我说 那你就看嘛 两个月以后呢 他的整个腰围就减小了 肚子就收回来了 他拍拍他的肚皮说 看来还不会 我的皮肤还挺紧实的 挺好的 好 第二个呢 特别好的发现呢 他说呢 我以前啊 在还没有减重之前 我爬楼梯啊 特别的困难 到爬到第三层的时候呢 就开始喘了喘了 不能再往上爬了 但是呢 我两个月以后 剪完了 我的身体特别的轻松 体力也很有 所以我这时候就去爬楼梯了 我就开始啪啪啪啪 都没有问题哦 三楼爬到了 不会喘得厉害啊 我到六楼才开始喘 好 那这个呢 就让我也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改变嘛 对不对 因为呢 六楼才开始喘 我都打不到 因为呢 他真的管住嘴 迈开腿了 整个身体呢 开始有劲了 身体啊 更加的健康 肌肉呢 也长出来了 好 所以呢 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得益于扭吹来健康的减重方案 所以他就说啊 体重呢 是减下来了 那我还能不能再有进一步的要求呢 我能不能再长点肌肉呢 如果我长肌肉 那会显得更年轻一些 你看哈 人就是这样子的 水涨船高啊 身体好了以后呢 还想要更好 你说是不是呢 好 当然可以了 扭吹来的黑科技的产品呢 那个效果那是杠杠的 想要长肌肉 那也是不难的 好 所以呢各位教练们 好 如果呢 亚健康的人群这种管理方案呢 说到这里 您都学会了吗 好 如果你想要成为 营养享受的优秀教练的话 扭吹来各种黑科技的产品呢 就是你的刀枪剑机 好 那我们一起来操练起来吧 好 你经常练习 你就能够学会18般武艺 成为减重的高手 好 好 那我是Ada老师 感谢您的聆听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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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